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KPL作为王者荣耀的最高赛事 奖金虽然比不上LPL等大型赛事,但奖金还是不少的 至少可以养活一众俱乐部和职业选手 最近有博主统计了KPL历年来的总奖金 前三名分别是E-Star和狼队以及Hero酒精 E-Star的三连冠直接把奖金拉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6个冠军总共拿到4237万 目前他们即将冲击四连冠,奖金将会再上一个层次 第二名就是狼队,他们同样是6个冠军 3923万虽然没有E-Star那么高,但相差也不远 第三名的Hero拿了5个冠军,奖金也有接近3000万 剩下的其他战队奖金就差得比较远了 主要是夺冠次数太少 当然这些奖金不会全部给到选手身上 俱乐部运营,教练组,各种宣发都会分一杯羹 而KPL没夺冠的战队想要团伙下来 不会仅仅依靠赛事奖金,否则他们早就饿死了 平时俱乐部会拉各种赞助和广告 这是一笔部分的收入 商业活动和选手代言,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还有选手的直播收入,也会分成给到俱乐部 这就是没夺冠的战队也能存活下来的原因 但在KPL始终打不出成绩的话 人气跌至谷底,连赞助都拉不到 最终别说赚钱,很可能是要卖队或者解散的 所以想在KPL赛场持续捞金 拿出成绩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战队的总奖金呢